第十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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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总 对于刚刚介绍的服装设计大赛 全国总决赛 冠军获得者苏北 北报出抄袭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苏北是幻真的签约设计师 他的抄袭行为 你事先是否知情 幻真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谢大家 我们不接受财宝 那 陆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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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北 你别走 我们谈一谈 嗯 怎么会有个男人在我房间里 昨晚我 邦总 那个 和三岚服事合作的事情 今晚我们不谈共事 先把酒喝好 还是刚刚说的 我们的合约 看来苏小姐是不想给我这个面子了 不是 不是 王总 我 这酒量真的不太好 这酒要是合不好 合同的事 就很难谈了 那 王总 我敬您 这就对了嘛 晚上 难道是那个时候 来 陆总 你怎么跟刘总喝这么多 您房卡呢 算了 我有备用的 陆总 你先休息 我去送刘总啊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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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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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培 笨死你算了 现在怎么办啊 完蛋了 你是谁 怎么在我房间里 如果我说走错房间了 你信吗 走错房间 可笑 你这种手段 我见多了 我 告诉你们刘总 以后不要这样子 什么刘总啊 好了 赶快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喂 等会儿来接我 昨晚我喝醉了 你去哪儿了 把您送回去之后 我去送了刘总 昨晚是刘总安排的 安排什么 没什么 陆总 我已经和苏家约好了 您确定要听老夫人的意思 娶苏家女儿吗 你们都不认识啊 陆娇和苏家早就有婚约了 而且奶奶既然那么坚持 我无所谓 让你做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已经安排好了 苏家现在面临巨大的资产空缺 相信他们不会拒绝我们的条件 妈 还需要他们承误 我找那么好的 打冒费 Ivy 你不能评论 你不能评论 我 不会降临去 我 感谢观看 看这儿还要告诉我 咱们说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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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爬 今天是说话 咱们爬 苏云天 我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窝囊 连卖女儿的事 都做得出来 我说话 这不是卖女儿 人家管这个叫 商业联姻 卷定权还在咱们手里 那你拒绝不就完了 公司又破产了 还不上那么多钱 到时候这房子 都不一定能住下去 爸 我不想嫁 我有想嫁的人 妈 你不能嫁 凭什么让他嫁 那怎么办 要不你想个办法 我怎么就嫁给你 这么个废物 你又不是只有曼妮 这一个女儿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们走 那么多废话 这么简单一件事说不清楚 我们来不是跟你商量的 你爸跟人家已经谈好了 你是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咱们看一下 而且你是想得毛 你 somS Ally 没啥 我 你 想那一下 你 对 INK 揀 你 就是我 这是你的 rat 桌上的谁还没喝完 我傻傻定成窗台 那笨凋落的话不再盛开 你总说喜欢很爱 用着相思用不动的告白 终于这次我也会被依赖 倾听着掩饰着学会感慨 我看你笑得多么开怀 替你规划的和他未来 我那么麻木还要保持倾听的状态 你的心思我不用再猜 是可笑可悲还是无奈 都成年了就别轻易去太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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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